这件震惊世人的这个绑红丝线 这个集体自杀的案子 这可以说让大家都觉得想不透 为什么要这样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的情形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件 新少年集体相约自杀案是发生在昨天晚间十点钟 就读郊西国中死者真心少女的哥哥 晚间上完课返家后 看见妹妹和两位友人手绑着红线 口吐白沫倒卧在家中 哥哥赶紧报警将他们送医 经过送医后 17岁的无姓少年和14岁的真心少女还是宣告不治 而无姓少年的女友在送医急救后 目前仍在观察中 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参与自杀的不止三人 事实上还有一位刚从国小毕业的于姓男童参与自杀 只不过于姓男童喝下农药后感到痛苦 自行爬出屋外找祖母求救 才捡回一条命 从于姓男童口中得知 三名未成年男女是为情所困 相约绑红线来殉情 希望来世还能在一起 还记得发生在今年这一则震惊群火 亦来消息一群青少年和农药极以殉情 造成两死两伤的新闻吗 而这些未成年的青少年男女 选择共复黄泉的方式 竟然是相互手绑的红丝线 希望黄泉路上互相相细 到底当时命案情况如何呢 我们来到案发的第一现场 我们在楼子里面 10点里面就没关 一个门大门没关 大门没关 也没有灯 都乖乖的 就是冷气开开 老牌 冷气他不知道 开多久了 这都开开 就稍微凉凉 我们这个老后就去 他刚刚在楼子里 楼子里就想说 你怎么闻又半夜 我们的房间闻又半夜 他去的意思是说 他大哥回来了 他在这里 他就在楼子里 我怎么没听 没听他现在又闭嘴 他又听到那个小小妹妹 他那种 不放了 前面 身 Twist的那个边缘 心中的什么 像那个人的 搅身一样 沒摸 没有 心中的 對 大臉 沒有 這樣 他就我們覺得奇怪 然後就雞肉 雞肉就把雞肉扭下去 雞肉扭下去 雞肉扭下去 麵皮到2秒 三個都倒得好 有一種奇怪的聲音 心 心臟跟肚子 好像心臟的聲音 然後就 還點折 折折 就在這裡 然後就叫他 嘿 大概笑了兩聲 然後我拉我妹一下 然後他手硬硬的 可是覺得很奇怪 然後旁邊兩個都不會動 然後中間那一個 他就 我叫第三聲的時候 他眼睛就瞪我一下 我就覺得 太恐怖了 然後就 去樓下叫人 那吳凱瑞要死的時候 還抱著那個 這兩個人是抱在一起 然後妹妹一人摔在這裡 那時候我上來的時候 那個小姊妹 已經到送去十個了 就是那個吳凱瑞 她的 她說我們在看 這樣 摩著 摩著 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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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說 那種感覺 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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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在睡 余智仙她有講 他們三個人 還活著的時候 就先看 先叫我妹妹先看他死掉 才摸他這裡 沒有動了 是余智仙摸的 吳凱瑞叫她說 你摸摸看 配多吃了 才開始說你 該誰好該誰好 那個農藥是沖那個汽水才會補 有那個泡沫 我妹妹 我發覺的時候 她那個已經 身體已經僵硬了 她也是有那個泡沫 一直死了 吳凱瑞的表情是 也是好像在睡覺 她這個都燒 燒了 燒掉 我妹妹沒有 她是一直死泡沫 有啊 天才好 剛才我有衝突 一把太刀 這邊有一把太刀 對的 她都 比於鐵絲 滿多鐵絲 現場除了可疑證物刀子 與鐵絲之外 整齊不已 毫無掙扎的命案現場 均情向往生者是自殺行為 而命案現場 共同參與的人 手中戲上代表 黃泉路上相伴相隨的 紅絲帶 似乎是往生者 希望共骨黃泉的決心 那紅絲線什麼時候綁的 然後之前 三個人都知道 他們兩個 那個吳凱瑞 跟那個蕭小妹妹 他們兩個綁 綁在一起嗎 平時我妹妹就有綁紅色 綁那個 她喜歡綁這個 幸運帶那種綁 對她喜歡綁紅色 應該不是跟那個沒有關係的 然而就在參與自殺的當事人 漸漸浮出檯面 以及曾媽媽的質疑 自殺事件成了一件 密謀許久的恐怖殺人事件 對她喜歡綁紅色 那這是她的感覺 我跟她過一個 我跟對方聯絲 那她們為了更趕快 她們跟我親five 她們跟佩華願意 但兄妹 亂欲 那為什麼佩華願意 就是我 不是 你們不是三角燃嗎 不是 那為什麼佩華願意 不是 那為什麼佩華願意 不是她跟德國 你 半年成就我想說 我 attachment 因为他拿门要出来 然后就跟我说 然后自杀 然后自杀了 不考虑有大部分的关系 我一起过准备 这时候我跟他说不过 然后就打死他 他会怕 然后就 他就说 他答应他哥 的话告诉我 他不敢 就说如果 他说别人 然后他 我不会 不会通过 你不会怕 他是武汉政 跟他同流人的人家都不理他 他都亲比较小的 太令人惊讶了 戏上红四代自杀的情形 竟然出现了大逆转 难道曾佩华 真的是因为自杀太寂寞 而成为吴凯瑞 黄泉路上的陪葬品吗 我母亲在那时候死了 但是我那时候六月五号 就跟我说 妹妹妈今天生日 我妈妈今天生日 所以我都很高兴 妈妈今天生日 不然我一个 我一个礼物上的 你不能打起来 六号 他七号就发生死了 他也没有安心说 他会这样 一切事件读读 罗声名单 令你已私利得其解 一次我们决定找寻 唯一知道命案真相的生存者 有人在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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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给你好问一下 这里有带一个鱼小弟弟 没有 没有 没有在家吗 他有什么人 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家吗 想要找鱼小弟弟呢 有人在家吗 没有在家吗 十六号是 每一个是 我是怕你要找我报仇 谁来找你报仇 怕你他们 因为大家都说 而且要有时间给我被救了 你现在肚子里面小孩子怎么办 已经死掉了 已经拿掉了是不是 没有 是在肚子里面 你就是死亡证书 你大乡开给我 你不是要问这个小孩 问这个口径 第五号也不出来 你就把我交出杀 其实他第五号 他之前也说他忘乞乞 他整成功都全胸嘛 生存者不断反复说辞 让急欲洗刷曾小妹自愿 陪死清白的曾妈妈伤心不已 而令曾妈妈心碎的是 曾小妹似乎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往生了 有一次晚上我睡在家 人家睡不着了 晚上睡不着 两点到四点这个中间 他有 我好像睡在外面 他有点说 你怎么睡在外面 还有第二天又两天 他回头 他又看到他 他的后面 他穿白色的白桑 他在打电动 他恶毒也有问题 他 他折一条梯买 他说一个 一个地方 就像弯弯举举举 他坐在后面 都在这段时间 想说他 应该是不知道他 他往生了 还是怎样 也是都会出来这样算 一场索板童丝线自杀事件 没想到竟然演变成 胁迫赔死的对象 因此不甘心被法院认定 女儿是自愿赔死的自杀者 曾妈妈至今 仍未将小妹下葬 那你老爷 你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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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不拒绝 你会拒绝 你会拒绝 不然 我妈妈都在找 也都要收 你回家妈妈也会放心 你会拒绝 所有爱人都会拒绝 我会拒绝 你会拒绝 你如果拒绝 你会拒绝 你会拒绝 我会拒绝 你会拒绝 你会拒绝 我妈妈就不拒绝 我妈妈就不拒绝 我妈妈拒绝 我妈拒绝 我妈拒绝 而且现在 我们妹的余体还没有下葬 那还放在里面 我们现在可以过去 她不能看了 不能看了 是不是 那就是平常 就是每天来这边祭拜 那有没有说 一天要拜几次 没有 是我们 如果有空来过来陪陪她 这边有准备 就是她的鞋子啊 你带过来的 因为刚开始第二天 她给她 给她验尸的时候 她就没有穿内裤 她只有穿内裤跟上衣 结果她没有穿 我就来这里再拜 我是穿她的 那一穿她十一穿的佛鞋 结果拜完了 你就跌倒 就跌倒 跌倒 我不知道怎么样 就莫名其妙跌倒 跌倒 我就想到说 可能没有给她放映 还是鞋子 她可能在跟你要 我没有想到 我是有想到说 没有给她放映 因为她里面都没有穿 其实曾妈妈早年丧夫 多年来寒心如苦将增加三个小孩拉拔长大 上天灵敏 这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死神召唤 却仍然阻止不了无形力量的牵引 5月 我也有去学校拜虹老师 她老师 我说老师 不过我像一句话我可以带起来 他说 不好啦 他已经说他的学业 不要我带起来 他说 不要我带起来 我去让他带下来 你要带起来 他带起来 他要靠起来 最后第三次的月桃 他说 不过我是 我学校早八个带 老师带我带 那边主任也带我带我 都说不好啦 他也不知道我发生这个事 不然他应该那天就要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他如果那一天跟他也同一样 同一天不一样 就不会这样 家里有哥哥在 到底曾小妹的死 真的是无法避免的吗 又是何种意义 在呼唤着死神的到来呢 而曾妈妈所担心 死在自己家中的吴凯瑞魂火 事后还在增加 我们请来泰清宫的胡师傅 你现在看到他这个庙 刚好土地公庙就盖在他们家楼下 等于是从马路上看过来 它是一楼 也等于是马路的正中间 那你觉得这个 这一般正常的建筑物来讲的话 这一种叫路煞 路煞 其实这一种路煞是最危险的 因为它本身这路煞是T字形 是一间好像我们的弓箭一样 所以这是乡 这是一个庄宅 这间就是我们自己的 它桌得大 本来这间是 你让 我们说楼座也是土地公庙 那就是 我也没什么了解 因为我们大方那边 土地公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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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间是 你买的 但它这个前面屋顶二楼窗户房一打开 就直接看到土地公庙的这个屋顶 这样是不是也不好 对 一般正常这种方式比较不好做 容易发生死亡 太诡异了 增加住宅前一个大路冲 雨衣间土地公庙 就这样盖在家门前 如此煞中待煞 是否就是造成土地公庙顶上二楼房间 是命案的重要因素呢 因为兄长会拟据的 会拟据的那个 力量它会牵 会牵引会牵引到 因为你本身没有牵引到这个 骨盘堆的话 它也不会去喝 就是因为有这间房子 所以他们才会聚集在这个房子 对 那师傅你看这里是 那个庚庚是什么 妹妹看到的 大概是什么 其实 有没有感应到怪问 这一个地方的人 他女性能够集这个二杀的地方 他可能 对 那这个地方妹妹那时候看到的 也是 你是这样东西 你都不敢放 我都不敢睡 他不敢睡 他有没有说睡了会怎么样 睡了 就是说 痕痕痕痕痕 他睡不着觉 像痕痕痕痕的 会这样走走走的 我是说 阿爸快我们就外面有好 你说白了 应该是白了 我们就不 围火的出现是无情的警告 还是死亡的征兆 而要人以死相伴的吴凯瑞魂破 是否也还在命案现场 那现在我们在这里面进来 还可不可以感应到 小妹妹还有当时的吴凯瑞 是不是他的魂魄还停留在这个地方 其实进来的时候 他两个人的魂魄还在我床 这个当中 两个一男一女都在 对 那他们的状况在哪 一个人一花 整个人都花 哪一个 男生还是女生 你女孩子那个年 因为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有一股气 跟那个味道不错 你喔 他也是跟他吴凯瑞魂 有点失手味 所以刚刚进来 到楼梯的时候有 因为人家没在这儿也会怎么办 不会啦 我会跪跪 你好像很不舒服 压压压压的 对 那是 那所以我 我哪可能我都困到汤了 我都不会 依现在看到这一个灵 这个妹妹她手是 先变人家双 双手是变人家 那那个绑的是红色的线呢 这看到的时候 是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现在看到的不是 男的还是在这边蛮凶的 很凶 对妹妹还很凶还是说 没有她这个灵蛮凶 她还蛮痛苦 那她会对你很凶吗 这个 如果刚进来还要控制住人 控制住人 那个妹妹呆呆的不敢讲话 她就这样一步步嘛 都给出力 一步步嘛 三步步共进来 一步步 三步步 三步步 小小孩放在那邊 放在那邊 我做工作沒心情 你有心情做啊 每天心裡都想這邊啊 沒喝心啦 你一個小孩 過了 太孤單了 十二三回 送走了吳凱瑞的魂魄 了確了曾媽媽的異裝心事 但是還清曾小妹的清白 讓她入土為安 是曾媽媽對天的懇求 因此希望有關單位可以盡力幫忙 讓曾家剩下的孤兒寡母 可以回歸正常的生活 前面那個徒弟公廟 其實看起來是那種 應該算震神 媽媽也說他們常常去拜拜 可是那個地點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因為整排的房子卻在中間 就是小小的廟 像我買房子都絕對禁忌是不能有土地公廟 不能有任何廟 因為有任何廟就是我不曉得 我媽說完全很不奇怪 可是你要曉得在台灣這個地方 你說廟要沒有任何廟 這是滿困難的一件事情 當然不是在你的大廈 在你的住宅的就是旁邊 或樓上樓下吧這一種 可是你要曉得 然後會接那個媽祖廟旁邊 不是那麼多的人 然後會接那個慈祐公 那是媽祖廟是正的大廟 可是土地公也是福德正神 那它那個地形是路衝又衝到那個廟角 廟角 對 就等於是說雙重的衝 那反應在風水學上就是有一個 有一句話就是說 因煞之地必有災禍 所以它會變成說一定那邊一定會出事情 它就在那個廟的正後方 對不對 然後它從陽台看出來還可以看到那個 廟箱子 廟的 老師那他們家因為在二樓 所以是離那個廟最近的對不對 對 那如果那個三四五六樓上的 也是會影響 它是透天的房子 它那一棟是透天 所以不管它在二三四樓 都是它家 這樣子 它是透天的 那如果今天 我想這個路衝的房子還滿多的 就如果它今天沒有廟 純粹路衝也會這樣嗎 會那麼大的 殺傷力沒有那麼大 可能就 就會常常發生意外 車禍什麼 可是還不至於說 自殺然後還吸半自殺 而且我補充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們在現場 他們發現的時候 他們其實手上 小指上有繫這個紅線 那是聽 活下來另外一個小弟弟 他是表示說 當時這個 有人是跟他們說 會不會這樣子 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是說 黃泉路上 我們大家不要走丟了 你跟著我跟著你 那第二種說法 就是說我們來勢 我們這個命運 還是要牽連在一起 我就不想讓你們 逃出我的手掌 還是要牽連在一起那種感覺 那如果是被脅迫的 如果是被脅迫的 來勢還要跟在一起 不是很恐怖嗎 對啊 那跟在一起是換那個 抱他的仇 不是 不是就是 不是還要繼續被他 有英國關係 不是還要繼續被他脅迫就對了 不是脅迫 反過來 他來報仇 被脅迫的那個 被害死的那個 來報仇 這個傳說是真的嗎 真的黃泉路上 會走在一起嗎 或是來勢投胎 還會在一起 投胎會不會在一起就很難定論 因為你死後只有英國來做定論嘛 你如果說一個人 生前如果做監犯科 還是說無二不做 做一些壞事 那你死後可能被判的刑比較重 那你投胎搞不好 另外一個雖然跟你綁在一起 可是他行善積德啊 他死後他可能他就 馬上又投胎轉世 老師都已經講了 其實這個綁紅絲線 不一定說你們來勢還能相見 也不一定說真正能有什麼意義 因為沒有人可以證明綁紅絲線 你們在黃泉路上可以一起走 或者是說來勢還可以見面 這都是沒有依據的 所以千萬不要再相信這一些 無極之談 或者是仿街這種 女兒傳兒這種說法 我覺得還是要好好的活著 比較重要 這是一個人的 神尬的 這是一個人的 神尚的 神尚的